用他不能声誉等等这样的事情 去来吸引了这种点几率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的时候 我们回头去想 是不是还有一些细节 我们也需要关注 之所以很多人 给了他正面的一些意识等等 是不是跟另外的一些描述也有关系 比如说说他很守规矩 不让他母亲採草坪 曾经劝阻 小的时候就劝阻 他父亲不要烂扔烟头 而且会在汽车上给人让坐 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细节 让大家直观产生了一个判断 叫好人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恰恰我们也需要思考一个问题 在一个人的内心 好人是不是就立即不能成为坏人 每一个人是复杂的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告别 非黑即白这样的一种判断的理论 可能一方面他会让座 一方面会劝他母亲不采草坪 另一方面也会犯罪 比如说有一个细节 大家可能是忽略的 他跟他住五楼跟六楼的这个邻居 发生冲突 他曾把邻居的门都揣坏了 那时候又看到了他非常 暴虐 怎么说呢 冲动 在这那件事上应该叫冲动的一面 最后刺杀警察的时候 当然就是暴虐 所以一个人的身上 我觉得我们慢慢的 可能会越来越有这样的感觉 在每一个身上 我经常拿自己去想 可能在我的身上也会有一些优点 但是某些局部的时间这种冲动 或者什么一些个别的因素 我又走向了另外一面 每个人都太复杂了 很难用一个具体的 因 去跟他后面的果 直接挂靠在一起 我们需要考虑更复杂的人形 严松你怎么看待这种 一种独特的角度 看这个问题 因为我看到这么一种说法 就说 这个为什么是杨家做出这种事 因为杨家是作为一个大城市 是一个北京市的青年 他到上海去玩 所以当警察去扣他的时候 他敢问警察这样的 为什么 为什么你查我不查别人 那如果我们换一下 把这个主人公换成一个 由农村到上海去玩的 这样的一个青年 他会不会这样的 这种悲剧就不会发生 可是我觉得同样 在考虑一个大城市的时候 的确我看到了有这样的评论 说作为一个北京人 可能拥有某种心理优势 认为任何人 你怎么能查我呢 他甚至会产生一种心理优势 可是我同样觉得 在任何一个大城市的话 一方面这种心理的优势 其实不太靠得住的 你首先应该 更一个大城市教育 提供更好的手法 理性等等很多的因素 我觉得不能简单的 拿这一点 去看他最初的这种起因 首先那件事情该不该查 查的过程 虽然现在公布了 我们希望有其他的公布 当然也有一些专家说 现在说抓到了这个造谣的人 而且他也都承认的确是造谣 刚才我也给大家念了一些东西 但是如果再进一步的话 也应该有一个司法的法医 这方面的鉴定 他到底这个比如说生育功能 是不是这样给大家一个 更加清晰的一种答案 那就会更好 我觉得杨家这件事情 的确非常复杂 但是不管怎么复杂 的确刚才陈述的某些理由 都有大家可以思考的一种基础 但是它不是我们可以 漠视生命的一个原因 六个生命 这个时候更需要经过了一场大地震 之后我想我们更该思考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的节目关注的是 北京青年杨家在上海的袭警案 节目稍后继续 持刀闯入警局导致六死五伤 杨家袭警事件引发社会关注 面对令人震惊的惨案 部分公众的反应却耐人寻味 联系同情 冷漠相对的态度背后 引发我们怎样的思考 从马家决案到杨家袭警事件 面对各种原因复杂的极端暴力行为 我们又该如何去理性分析看待 新闻一家一正在解析 杨家为什么在上海会使得六死五伤 对警察做成这样的伤害 他这种做法让很多人都想不清楚为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回顾这些年来 国内外发生的一些类似的事件的话 我们同样难以理解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些 这方面的案例 这是杨家的个人博客 在这个深蓝色背景的博客中 他给自己起名叫《非常的妖》 头像是一张风景照片 在兴趣爱好栏中 他这样写着 户外登山 徒步越野 摄影 在图书馆找本书看一天 袭警事件发生后 这个博客被网友从众多博客中寻找出来 博客中虽然文字很少 但却有很多的照片 绝大部分都是他在旅游中拍摄的 杨家博客上唯一一篇日志发表于今年6月4号 上面记载了一次在北京爬山的经历 文章的结尾处这样写着 下周再有这样的活动还参加 争取一直保持在头对 然而他的博客却就此沉寂 在这场袭警悲剧发生之前 28岁的北京青年杨家 是一个不怎么被老师和同学注意的人 他像许多同龄的男孩一样 喜欢运动 有自己的爱好 小学的同学说他 性格内向 不善交流 他的初中老师说他 成绩平平 比较打蔫 初中时他的父母离异 之后他一直跟随着母亲生活 照片中的杨家脸上经常挂着笑容 和伙伴们一起显得很开心 和他一同出行过的旅友说 杨家在圈内被大家昵称为妖 参加活动时很主动 话不多 但乐于助人 见到漂亮女孩很腼腆 在他的博客上 他还打趣地介绍自己是 一个大龄光棍 现在最想结交的 就是美女 一句诙谐的自嘲 这也让人看到他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待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 却为何踏上了一次没有归途的旅程 性格孤僻的结论似乎像是个模板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几年前的 马家爵 邱星华 及其震惊国人的凶杀案 这几起案件中 凶手都是被指为性格孤僻 这更像是人们想要找到一个 他们与正常人不同的所在 但是在这样的人群中笑容下 这样的解释似乎有些苍白 那么杨佳做出了这种非常极端的举措 人们就在猜想跟他的性格 跟他的心理有没有一些原因呢 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接下来我们就连线 北京人民警察学院的犯罪心理学教授高峰 高教授也是国内知名的 公共安全危机干预专家 高教授您好 董先生您好 刚才说您怎么从这个犯罪心理学这个角度 您怎么分析杨佳做出来这种举动 是这样的 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要站到事实和科学的角度 要承许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个悖论 什么呢 仿佛杨佳对警察的恶劣超长的攻击程度 是跟我们警察的某些执法不规范过量 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杨佳的这个行为是典型的属于那种超强性的一种攻击性反应 第一个他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个他有三点反常 第一个他在受到盘查 跟我们警察发生冲突的半年以后 开始这么一活动 他被盘查在了去年 而他攻击的活动在今年 从一般情况来看 他应该随着时间的淡化 情绪的逐渐的冷静会淡化 但他越演越烈 他却没有这个 第二个 他这个活动在预谋状态下进行 但是又是在模糊的状态下去推动的 比你看他一个人拿到刀子闯进的杂肥公安分局 那是一个可以的行政执法的一个机关 居然能够一人拿刀子闯进去 他想对警察进行攻击 但是最终攻击到什么程度 他心里是没有处理 他根本压根就没有想到 拿着刀子去了 有一人能够伤及十人夺走六个人的生命 这是他想不到的 那想不到他去干嘛 他就在拼命 拼到什么程度 他很模糊 这和一般犯罪人的那种自我防御 精密的设计不太可能 把犯罪的地点射到咱们公安局内 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几乎是空前绝后 这是第二个反正 第三个 冲进公安局内以后 扎北分局连续杀人 在几人已经发生倒地 当场致命的情况下 依然不止继续进行这么系列杀人 所以他的这个情况典型的 就符合了犯罪心理学里面说的 那是出格行为 他是点是巨核爆发的 一种肆虐犯罪的杀人的典型的形态 哪来的呢 不是说他心里不正常 第一个跟他12岁父母离 第二一个单独母亲带着他 第三个跟父亲长期没有联络 第四个社会的消极心理 这脑子居成了太多